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今天的主持人 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暨SHS计划主持人 陈朱婷教授 为我们引演开场 谢谢各位老师 各位SHS伙伴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的 我们称STEE 简写是来自于 Symposium on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也就是跨科技教育研讨会 第二次 如果没有参加过第一次的话 是在去年的5月12号 资料会在我们的网站上 是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这次我们有一个主题 我想稍微了解一下 我只有15分钟时间 所以我等一下要很快的 把今天我们活动的目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稍微了解一下 有多少人是课程那边来的 助理和助教的行业手 好吗 起码有一半 如果你是助教 把手放下来 助理的话手还会维持到 我看有多少人 可能住教室比较多 那平台呢 如果是平台的 从平台的办公室 过来就请举手 好像还有一些人是其他的 好 我们今天的确是 把它办成是workshop 我们这边没有特别去写 我们这个资料上面 可以看到今天是工作方 表示下午是有实作 可是它的主题 我们放成communication for in and with TDE 中文的话就是跨科技教育中的 表达沟通与传播 那如果你们对整个计划的名称都很熟悉的话 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是 就是计划总名称的里头的一个key term 就是跨科技 我们把它放在教育上就是跨科技教育 在它的计划的副题上 我们就有说是沟通能力的培养 在大学里头做沟通能力的培养 可是今天我们又抓了一个传播出来 事实上刚好借用communication 它两方面的意思都有 对个人来讲的话 它可能是表达沟通的能力 可是在一个社会里头来讲 它刚好是可以说是社会里头功能很重要的一环 尤其在今天 所以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提出来 希望今天的下午的活动 事实上早上会有两位另外讲人 是传播的专家 在前面的林兆珍老师和蔡兵衍老师 他们才是真正的传播专家 我个人是一个化学家 是一个科学家 所以跟传播其实是完全外行 可是我相信这一个世代 在台湾也免不了 教育必须要跟传播结合 在我们这个计划里头 传播扮演的角色 我想今天我跟大家稍微做一点的说明 这一张投影片是跟大家提一下 我会在我退休前不长的时间里头 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我参与了两个工作 一个是我同时兼了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主任 到现在第二任已经快到尾身了 然后在同时我又接了教育部的这个计划 就是你们熟悉的SHS计划 在上面这个科学教育发展中心里头 我以一个传播外行的人 事实上跳到科学传播这个领域里头去 是刚好把科学传播当作一个实物来做 也就是在台大建立一个传播的平台 是用网路传播的方式来执行的 那成绩基本上也有一定的成绩 因为专业的内容的知识要做传播在台湾 本来就是不受大家重视或者是欢迎的 普罗大众更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一块 所以要做这件事情使我有一些觉悟 也是一些反省 可是同时下面这个计划里头 我们又要做跨科技做跨域学习 两件事情使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 就是我自己知道的事情 别人不见得一定要知道 那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很重要的话 别人要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 更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完全两件事情 要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等一下林老师和蔡老师 会有更清楚的说明 而这件事情使得我在推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注意到一些事情 也就是我们整个大学的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 其实是有它的特色的 你们同学们虽然同时在这个时候 是在做助理或助教 我非常希望你们正好就变成 这个人才培育计划研究的学习一份子 因为我把我自己也看成是这个计划研究的学习一份子 那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都在各个的领域里头 那这个领域的特征 事实上它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像我们的化学 如果一把我的化学的专用名词拿出来 什么CASO4啊 这种东西讲的话 我看大家通常都是 有很多人都傻眼说 这个你在弄上 这个我们领域有边界的 语言也有边界 方法也有边界 所以它有很多发展出来的明确的边界 那一个大学里头 你随便去找小的大学 可能也可以找出几十个系列出来 台大的话总共有95个 超过九十几个的系数 还不谈那些中心 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多领域的环境 可是所有的这些领域 因为他们的界限清楚 所以都是分门别类 大家彼此越来越来越来的 然后大家彼此的知识 和发展知识的方法 也变得开始分门别类 甚至于中间的区隔 越来越大的也有 比如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中间的界限就是非常非常大 也就在学术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确会发现 两个不同的领域中间 它有些时候 有更重要的问题发生 或者更有趣的学术问题发生 那像这样子的部分的话 大家就会想办法 往中间的地方靠了 所以就有一些区域 大家开始往边界靠 往边界靠的情况之下 甚至于可以产生新的领域出来 这个大家也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rdiscipline 就是跨领域 这中间的分别 其实有些时候 不是那么清楚 尤其是从像我念书的时候到现在 将近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下来以后 这两个大家也太有趣的分调了 可是在国外的话 我们会发现 有许多的研究中心 其实是借在这个之间 发挥一非常特殊的功能 当它变成一个新的领域了以后 拉出来以后 interdiscipline 就又变成另外一个领域 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 刚好是再往 再多跨一步 我们称它做transdisciplinary 如果你翻的话 我们早期一直在用跨科技 最近也越来越多的用川领域 因为trans的缘故 大家都用领域 我们就用领域 也就是说 你仍然可以看到的是 multidisciplinary的环境 可是我们希望 能够要处理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上 我们必须要有 共同关系的议题或者问题 而这些重要的议题或问题 它越critical 越关键问题的时候 你几乎不跨界 很难去处理它 或解决它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变成在各个领域之间 它要有一些动作 我用这句话来说明它 你跨的原因是 因为要把困难排除掉 或者你要做创新 或者你是希望 一加一能够不等于二 它都可以用到transdisciplinary 那这件事情并不新 因为interdisciplinary 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trans 你是可以把大家的思维和概念 想办法串起来 可是更重要一件事情 跨界也要行动 所以你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平台上工作 或者在哪一个课程上面 课程都不是单一课程 常常尤其是有课群的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设计不同的课程 也就是说 它其实有概念型的课程 可是也有需要实践的课程 两者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要往下走的话 很多人一直在问我们总办 到底这个TDE 它怎么样去确定 算是达到了跨科技的诉求 我这边就做了几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花几次了 这个大概也算跨科技 我们希望建议一些直化或量化的指标 你们在执行课程的同学们 助理们回去 如果你们的老师们没有来的话 可能可以跟你们的计划主持人谈一下 看看适不适合把这种东西 用在你们的课程上 譬如说纵向是认知能力 任何的课程和试作 认知能力一定是一个要素 实践能力在试作温柔 当然也是一个要素 所以不管是Cognitive Competence 认知的 或者我们说Implementation 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 我不去做太多的论述 我们去年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已经提出了几个基本的跨科技 可能必要的素养 很明显 一定要从问题切入 许多的课程在前一个月 参加审查 就会发现很多委员会问 有没有问题的设定是不是恰当 然后专业知识介入 要有实作的方法 然后当然各科和各科之间 希望有一个重新的统整 包括了Integration 包括了大家有没有共同来设计科技 所以再往下走的话 当然老师们同学们 希望都能够学习到分工合作 继续下去做 当然就可能需要创意思考 到了最后结局 我们在整个看字画的指标上来看 当然要看学生有没有达到沟通表达的表现 最关键的是知识有没有有效的转化 当然今天我们会说 能不能有一些专业的 配这个传播推广的人 能够让我们学习 我们如果每一个用十分设定的话 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九十分 所以八十分以上算A 七十分以上算B 六十分以上算C 所以你一到十分去打分数的话 大概也可以打出一个 这个本地出来 六十分以下的话 大概就表示需要改进 那传播不需要我讲 这个是天王级的人物 你看他站在这个前面 所有的东西大家不懂的 也是吸引了他们大众的目光 所以我们这个除了传播 我们今年还会再配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短讲 你如果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网站 www.ted.com 你会发现TED这个在美国的活动 在最近十年非常的红 在台湾的话 刚好从去年开始 也开始受到注意 那事实上 TED X台北 已经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去看这个 它的format是十八分钟 要做的事情 TED的简称就是technology 加上entertainment 加上design 所以它有很丰富的面向 包括了知识 也包括了娱乐 都有 很多的面向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 它的slogan是说 ideas were spreading 你在十八分钟里头 要讲一个很精简的 讲一个概念 是值得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会希望 今年我们这个计划 在课堂里头 然后在我们的平台的活动里头 去推这些事情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站去看 比如再仔细讲 那十八分钟里头 怎么样让一个转讲 能够得到大家的注意力 我认为在学习上来讲 它的十八分钟可以让我们 也觉得很有趣味 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可是也是一个舞台 那我也把这一个短讲 也定了一个大概直化 和量化的指标出来 纵向是内容 横向是表达 如果我们在表达方面的话 你一个演讲一定会有结构 像英文我就不念了 我只是抛砖引玉 如果你们课程有特殊的内涵 你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你演讲一定会有结构 使用媒体当然可以有创意 譬如说这个不小心出来 这个大概也够创意 叙事技巧的话 是一个我们国人非常需要学习的 我尤其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同学们 和我们的助理助教们 都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能够得到成长 那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情常被疏忽掉的 在台湾太多的短讲里头 疏忽掉知识要有承载度 那当然我们这个计划也强调 参与的经验 所以有实作一定有经验 然后跨域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希望最后的三项 每一个演讲完 如果能够有启发性 能够让人感动 有趣味 如果有三者兼顾的话 你说不定可以三乘三 三九二十七分 满分二十七分的话是Super 那这个也有一个等地的指标 所以小于十五分 同学们就可以回去参与自己练习 我们也希望从我们的Faculty开始做起 所以今天的最后的一章 是我们今年推动的三个重点 如果在课程方面的话 我们希望要把点赛课程建立起来 所以今天下午的第一堂 会由东海大学报告他们的课程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个 第一年出来的点赛 那课程平台是可以在这一个工作上面 帮上直接带你做 在课堂上面 或者是在各种活动里头 如果个人的表达沟通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推SHS的短奖 我们称SHS Short Talks 那要训练的话 当然就要做工作方 或者在课堂上也可以做训练 我们帮助推动的有两个 达人学院和去推动东西 都可以在件事情上帮忙 最后的话 教育传播的方面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 给听众给大家看 为什么在我们的跨科技教育里头 哪些学校做了哪些改变 为了这个计划 哪些教师在教材教法上 做了一些新的创意 或者是改变 使得我们的教育能够往前走 真的面对实际的问题 同学们能够学得更多 那当然在传播的部分的话 就需要数位平台来帮忙 我很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实际的内容 可能要请今天的很多奖学们来帮忙 好 谢谢各位 感谢陈多宁老师为我们做的短奖介绍